今年52岁的何嘉欣,过去因主持五灯奖爆红,还因此获得最美主持人封号,而他淡出演艺卷多年,如今首度现身重返荧光幕,也透露自己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 今年52岁的何嘉欣,大学毕业后考进演员训练班,因为主持五灯奖爆红,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星,2006年嫁给演员老公何豪杰, 婚后淡出演艺圈,在家相夫教子,一家四口过注幸福的生活。 然而何嘉欣曾表示,这十年间发生严重的健康问题,才离开自己最爱的表演舞台,坦言自己其实从未对演艺工作失去兴趣,并透露将考虑以艺人身份重新出现荧光幕前。 而近日何嘉欣也受到综艺节目姊妹亮起来邀请,成为她睽違十三年付出第一个上的通告,让主持人梁鹤群以及于紫玉非常开心。 何嘉欣说,感谢民事,感谢喜成,这全装还采住高跟鞋的日子真的是很久以前了。 何豪杰表示,今天是担任助理的身份,随身带注水壶。 电风扇陪伴首次付出的老婆,还说到美容院接她时,整个人容光焕发像是个媚仔一样,让她眼睛为之一亮。 主持人梁鹤群以及于紫玉也提到,何嘉欣就是位大美女,这么多年没出来上通告一样保持得很好。 然而何嘉欣坦言,的确之前身体出状况常会晕眩,开车时还会突然晕倒,被撞到的重击骑士还一直要她去医院检查。 后来才知道是子宫肌瘤在不对位置,二周月经就来一次,一次出血就七天,导致血红素过低缺氧,让她开车昏倒交通意外频传。 她也透露,本来想忍到更年期,但身体状况判定已经撑不下去,让她情绪低落到甚至都把遗言交代好了。 最后终于在医生建议下完成手术拿掉了子宫,重拾健康人生,也希望把自身经验分享给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 何嘉欣大学毕业后,就考进演员训练班,后来转型当主持人,并于1996年主持五灯奖知名度篡生,在演艺圈站稳脚跟。 不过,2006年嫁给何豪杰后就逐渐淡出荧光幕前,吞去光鲜亮丽的外表,在家照顾好丈夫和两个孩子。 前段时间丈夫何豪杰和儿子何百亭在社交平台宣布正式开启父子档,同台演出八点档市井豪门,让在家隐退的何嘉欣内心蠢蠢欲动。 他表示,从未对演艺工作失去兴趣,实在是十年前健康问题严重,才让离开喜爱的表演舞台。 他苦笑说有了孩子后,他都亲自开车接送子女,但是却经常因半途突然想昏睡,导致发生过十次车祸。 最后一次,是他撞倒一位重击骑士,结果对方发现他脸色惨白,反而叫他先就医检查,才诊断出他血红素低到只有3.2GM的,但正常女性为11.016.0GM的,加上神经系统有退化迹象,甚至免疫系统也出问题。 为此,何嘉欣这十年来中,西都尝试过无数次,也吃了不少保健品,甚至补身子,不到半年暴肥十几公斤,直到透过亲友介绍的乳霜,再加上一些治疗,让他逐渐恢复体态和找回健康。 何嘉欣表示,友谊在不久后重返演艺圈,正式恢复艺人身份,重新出现在荧光幕前。 演艺圈不乏安爱有家的夫妻,银色夫妻何豪杰,何嘉欣夫妻结婚十几年,育有两个爱子。 何嘉欣当年因主持台式舞灯奖家喻户晓,何当时无论知名度,收入都不如自己的何豪杰结婚时,被外界认为男高攀,女低旧。 十多年来,他为了照顾家庭,依然放弃演艺工作,退隐家庭,不久前他的近照曝光,素颜,戴眼镜,几乎认不出是当年美丽主持人。 但他满脸幸福笑容,甘愿成为何豪杰的老婆,何嘉欣从小是家中的娇娇女,五指不沾阳春水。 主持五灯奖后,知名度窜升,一度自嘲自己没有高跟鞋不知道怎么走路,衣柜满满是华服,每一年到日本天购行透,要刷爆三,四张信用卡。 但这样的何嘉欣,为了让老公在表演事业上全力冲刺,干脆放弃工作,专心带孩子,当个全职妈妈。 每天忙得团团转,十几年没坐过自家沙发,从每个月要打破二十几个盘子,到煮出一桌好菜。 为了让两个儿子有各自房间,他打掉自己的衣柜,丢掉华服,高跟鞋,脚踏实地过生活。 笑说,我现在是家里唯一没有自己衣柜的人,其实是因为那些衣服都穿不下了。 哈哈,为了照顾家庭,他从49公斤胖到60公斤,生两胎胖10公斤。 一提到老婆为家庭的牺牲,何豪姐忍不住犯累,当然对她很抱歉,不可讳言的,一个男人还要老婆去想办法,哽咽说不下话,惹得何嘉欣赶紧给哥爱的抱抱,对于所谓牺牲,付出。 何嘉欣坦言,看你怎么想,我也过过蜡烛两头烧的日子,但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压戏,人生的脚本,一次只能演好一个角色,而现在我只想演好妈妈这个角色,所以只好自己把自己fire,先把家人喂饱再说。 何豪姐,何嘉欣夫妻前段时间录公是爱的万物论坛婚姻经营,何嘉欣在录影前坦言有压力,结果不过三分钟即被李四端问道落雷,不过,虽然有现实的压力,但也对彼此的人生规划相互支持与尊重。 何嘉欣事先了解夫妻要在节目上相互凝视三分钟的桥段,他因此感到紧张,还特地找姐妹淘仙聊聊爱是什么,问道正是录影要如何回应。 他开玩笑地说,我还蛮想主导的,节目单位事前以电话访谈他时,问道较隐私的问题还一度让他招架不住,因此在电话中请工作人员稍等,自己转身去骂了小孩一顿,缓解当下的情绪。 当谈到是什么样的问题让他无法及时回应,他说,是产后忧郁的问题,因为过程好长,必须要想一下才有办法回答。 而他的产后忧郁长达两年,在后来没有工作后才逐渐痊愈,没想到节目录影不到三分钟,何嘉欣及被李四端的提问打到心坎,当场落泪,他说,婚姻这段路就像是和自己也和对方和好。 何豪杰则说有一阵子不是很快乐,也说到太太忍耐我比较多。 何嘉欣也爆料说,当年和何豪杰先有后婚,婚后才开始学习相处磨合,两人什么芝麻小事都能吵。 何嘉欣生气地说,何和大儿子相处也跟仇人似的,很能吵。 最夸张的是还怀疑儿子不是亲生,何豪杰则解释,他是开玩笑亏他,交往时,他刚好要去大陆露鲁剑主持的央视节目。 离开前,我用身体与他告别,结果两个多星期后他回来就发现怀孕了,那段时间只那么一次竟然就中了。 虽知是玩笑,但何嘉欣多年来一直想带儿子验DNA证明清白,何豪杰透露曾想偷偷结扎,但到了医院被打枪,原来需要另一半同意,如果又怀了第三胎,且又是儿子,我应该会中风。 当被李四端问到何嘉欣退出演艺圈,老公是否会觉得可惜?何豪杰说,可惜,就尊重他,希望他还是做他自己。 而何豪杰有音乐梦?李四端问,何希望能当鼓手,你支持吗?何嘉欣想了一下才说支持,但也觉得老公很有才华以及梦想。 五灯奖系列节目是台湾电视公司台视委外制作的综艺节目,同时也是台湾电视史上除了各台新闻以外最长寿的节目。 播出时间长达33年,成员包括田边俱乐部、周末剧场、田边俱乐部、歌唱、擂台、才艺舞灯奖、新舞灯奖与舞灯奖等五个节目。 何嘉欣当年因主持台视舞灯奖爆红,结果不久后就和当时没什么名气的何豪杰结婚,一度被外界认为是男方高攀, 而女方也在迈入婚姻后,洗尽千华淡出演艺圈,一度隐身,没有消息。 前不久,许久未曝光的何豪杰也在脸书喊晒老婆,还配上一对甜蜜的对白,内容如下,有一对夫妻带小孩去乌石岗冲浪,热到头晕脑胀的时候,老公突然想跟老婆撒娇, 老公,虽然你现在变胖了,我还是很爱你,这一定是真爱,老婆,那我对你一定也是真爱,老公,我丑,老婆摇头,老公,我瘦,老婆依然摇头,老公,我老,老婆,你好穷,老公,老婆大笑, 虽然两人互相吐槽对方,但从言语之中,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此外,在何豪杰晒出的照片中,何嘉欣素颜,戴眼镜,穿着朴素,身材也变得比以前风云不少,完全认不出是当年那个美丽的主持人, 不过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看得出来他真的很享受目前的生活,并且乐于当何豪杰的老婆,最后也祝福他们永远幸福美丽, 资深艺人田璐璐活跃于八十年代,十二岁时参加五灯奖,因混血外形被注意到,虽然没有赢得比赛,但精致脸蛋加上会讲一口台语,让观众对这位阿都阿印象深刻, 后来他在演艺圈出道,不仅能唱歌,还能演戏,上节目,是当时的全能艺人,后来却因为欠债躲到日本,人气也逐渐下降, 晚年接不到演艺圈工作,只能改行,近日有消息指出田璐璐最新的工作是加油站夜班,晚年生活令人唏嘘,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田璐璐的密友透露他最近在加油站工作,需要上夜班,不时需要领补助维持生计, 田璐璐身世坎坎,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外婆罹患肠癌,她为绸医药费参加五灯奖, 虽然最后没有未免成功,但仍被发觉以性感艳星之姿出道, 且当年她昏腥不济的豪放风格在秀场大受欢迎, 后来推出歌曲《一厢梦》,《一炮而红》,更曾出国到新加坡表演, 但事业顺遂的同时,田璐璐与一名圈外男性交往, 两人感情却十分极端,情到浓时可以在众人面前亲热, 但有冲突时又可以在街上大打出手, 田璐璐更被打到伤痕累累,就算这样田璐璐还是为对方诞下女儿, 最后却惨遭抛弃,分手后田璐璐与一名五行小生交往, 更拿钱给对方创业,没想到反被盗会负债数百万, 让田璐璐远赴日本躲债,在日本秀场期间认识客人沈野, 她很快坠入爱和闪婚,但两年后结束婚姻, 她曾透露因对方帮忙还债,出于感恩心意才嫁, 离婚后女儿跟着前夫,母女分隔,二十年才重逢, 现年约六十五岁的田璐璐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但一人向娃年初抱她近况,两人一起在公益活动上演出, 向娃夸田璐璐依旧充满活力,久违现身让不少粉丝怀念, 吕文晚上,新闻哇哇哇透露,田璐璐曾经为了第二个男友, 一个武行,说自己要投资,于是田璐璐兜了一个会, 结果到会,钱被男友拿走,烂摊子却要田璐璐来背, 很多演艺圈艺人都遭牵连超惨,为此田璐璐演艺圈事业大受影响, 吕文晚说后来曾去拉保险跟做殡葬业, 还有当清洁工,曾经穷困到连六百元的水电费都缴不出, 就是真的缴不出来,过去田璐璐曾与吕文晚在命运好好玩, 同台,吕文晚说过去田璐璐风光亮丽的模样, 已经不复见了,现在穿着很朴素,身材也发福, 以前觉得田璐璐是另一个领域的催台精, 没想到如今却变成这样,女明星晚年令她颇有感慨, 田璐璐,中,美混血,她十二岁参加五灯奖选秀节目出道, 不仅能唱歌,还能演戏,上节目做效果, 也就是俗称的三期全能型艺人, 在当年秀场时代宏极一时,也累积了绝佳的知名度, 燃田璐璐情路并不顺遂,当年未婚生女, 女儿一度归经纪人前夫抚养, 二十年后才母女重逢,田璐璐曾经嫁到日本, 但离婚收场,之后跟女儿一同生活, 因为过去女儿常陪她一起上节目, 母女俩便运用高知名度,加上亲和力与开朗的性格, 因此对于房仲工作适应力绝佳, 业务能力相当好, 拜访时总能很快地跟住户打成一片, 母女俩一起工作展现高度默契, 8月19日电,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老牌艺人田璐璐昨晚在脸书上贴文, 卷了,累了,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疑似意图轻生, 与田璐璐认识的新北市民张嘉怡, 因联络不上田, 担心她真去寻短, 向新北市警局报案协询, 警方查出田璐璐手机最后发话的在草屯镇, 通报南投警方协询, 草屯警方接获通报, 巡线找到振兴接田璐璐住处, 见田璐璐在屋内独自喝酒, 她坦言心情不好独自喝酒, 仅是酒后心情不佳, 抒发一下情绪, 绝无轻生念头。 张嘉怡随后脸书上发文, 她人没事, 请大家放心, 也请大家给老艺人演出的机会。 田璐璐随后在脸书更新说, 警察博不来了, 消防组也来了, 完了完了, 看热闹的铁定等看好戏了。 毁了毁了, 泡茶喝咖啡, 讲是非, 有话题刻牙了。 许多脸书朋友留言鼓励她, 为她加油打气。 草屯警方说, 田璐璐是因酒后心情不好, 人平安无恙。 田璐璐去年都在草屯镇的台湾割一方演出, 割一方停业后, 田璐璐演出机会少了, 心情不好与此有关。 南投县生命县协会呼吁民众, 爱惜自己的生命, 人生低潮很快会过去。 田璐璐自幼绅士坎坷, 从小便由外婆一手抚养长大, 十二岁时外婆得了肠癌, 为了愁挫医药废替外婆医病, 便报名参加当年火红的歌唱选秀节目《舞灯奖》, 虽然并为五度五官未免成功, 但精湛歌艺加上拥有中美混血的亮眼外形, 又讲得一口道地台语, 不仅让观众对这位阿兜阿印象深刻, 也成为她踏入演艺圈的契机, 以性感艳星之姿出道的她。 由于言行昏星不济, 在当年秀场可说是红极一时, 短时间内就累积出知名度, 尤其推出一厢梦艺曲时, 更将她的演艺事业攀向巅峰。 虽然演艺之路走来顺遂, 但感情路却是格外坎坷, 田璐璐当年和一名徐姓男士交往时, 可以说是爱得轰轰烈烈, 爱得火热时可以在众人面前亲热, 但翻脸时又能在街上上演全舞行, 更曾被打到全身伤痕累累, 无法上台演出, 但田璐璐可说是爱到卡惨死, 不仅掏钱为对方租房子, 还为其生下一个女儿, 但最后仍是遭到抛弃, 分手后又和一位武行小生交往, 但当年电影夜萧条, 对方工作有一搭没一搭, 田璐璐为此拿钱帮对方创业, 后来被盗会负债数百万, 男友竟也成为跑调的会角之一, 让田璐璐只得远走日本躲债, 到日本期间, 田璐璐在秀场演出认识客人审演, 不到三个月就坠入爱河并且闪婚, 无奈这段婚姻维持不到两年就告吹, 事后她表示当时基于对方帮她还债, 出于感恩的心裁嫁给对方, 离婚后女儿便跟着前夫, 母女俩分隔二十多年才又再度重逢, 田璐璐离婚反台后, 因为暂别台湾演艺圈六年时间, 知名度早已不若以往, 迟迟找不到工作机会, 情绪低落的她竟染上忧郁症, 甚至一度轻生走上, 绝路, 幸好紧急送医, 才将她从鬼门关前救回一命, 虽然人生获得重来的机会, 但对田璐璐的生活并未造成多大改变, 依旧是接不到什么通告, 这段期间为了赚取生活费, 只得放下明星、光环, 不论保险、房屋仲介, 就连殡葬业和礼仪师都做过, 甚至到大楼担任清洁工, 但碍于身体负荷不了只好作罢, 而她也透露, 一度穷困潦倒到缴不出六百多元的水电费, 最后再友人见一下, 两人在台北五分谱找了两瓶大店面, 和开了一家豆花店, 用心经营之下, 不仅生意逐渐有起色, 客人对于商品也是赞誉不绝, 田璐璐更以自身经验辅导民众创业, 甚至不用加盟金, 对此她强调只有自己最懂得这种苦, 如今受洗为基督徒, 让她表示人心中一定要有信仰, 才能活出自己最好的样子, 无论明星或是运动员, 其实大部分都有直牙黄金期, 因此二转势必成为人生中 必须考量的一个阶段, 这也是为何歌坛, 综艺或影坛, 常听见公众人物在演艺事业之外, 积极投资的理由, 算是为自己准备退休生活, 34岁前篮球国手毛家恩, 两年前因膝盖受伤而提早退休, 没想到之后的规划竟跟运动完全无关, 她转战卖房子, 落差相当大, 而不只有她, 其实演艺圈不少明星, 都看中房地产潜力, 早早转行, 前国手毛家恩退休后, 因为大学念土木工程的关系, 对房子一直相当有兴趣, 因此之后转战卜原建筑团队, 投入房地产买卖事业, 而从小在德州长大的她, 三年前看准了当地房地产好时机, 以180万价格便宜 买到学区二层楼的房子, 出租一个月可得三万元, 投资报酬率相当好, 更加添她的信心, 今年初毛家恩在台湾置产, 为房贷跟未来努力工作中。 钟,美混血的田璐璐, 年轻时美得相当有自己的特色, 她十二岁参加五灯奖选秀节目出道, 不仅能唱歌, 还能演戏, 上节目做效果, 也就是俗称的三期全能型艺人, 在当年秀场时代宏极一时, 也累积了绝佳的知名度, 燃田璐璐情录并不顺遂, 当年未婚生女, 女儿一度归经纪人, 前夫抚养, 二十年后才母女重逢, 田璐璐曾经嫁到日本, 但离婚收场, 之后跟女儿一同生活。 当了大半辈子明星, 田璐璐不免也开始规划生活, 相依为命的母女俩, 早在两千年便一同投入房仲业, 因为过去女儿常陪她一起上节目, 在相亲眼中其实也是小明星, 母女俩便运用高知名度, 加上亲和力与开朗的性格, 因此对于房仲工作适应力绝佳, 业务能力相当好, 拜访时总能很快地跟住户打成一片, 母女俩一起工作展现高度默契, 在这行如鱼得水, 表现亮眼。